这一把我们兑现的是诸葛啊 开局的思路还是一样 抢掉兵线之后 然后直接去抓对抗路 这抢线的时候 我就看到对面的诸葛 还有他也都没有在啊 我就想着对面会不会是反野去了 直到我看到了这一幕 对抗路在辅助 不要畏惧他 我们来了 干他 请不吝点赞订阅 所以中路这一波 我们能压低对面的状态 我们就压 在后面放一技能消耗对面 接着直接去野区 接上野区的队友 等等打里白的时候 有一个小细节啊 那就是后侧步 让一技能只达到一个目标 注意看 这里我闪现二技能 把里白吹了起来 但是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给一技能 而是往后迂回下 等诸葛走远了 再用一技能打出单体的爆发 这一波的细节也是非常的多啊 因为中路的诸葛 是肯定要上来守塔 所以我二技能预判一下 他会不会直接往前扔一技能 那打不到我 把兵线清掉之后 绕到侧边 用一技能直接往血包上面扔 因为他的状态不好 那他是肯定要上来补血包的 把他的恢复打断 就可以开大上去直接压了一技能往回放啊 因为他肯定会用二技能上来踩我的 直接抬走 这一波的结局也是挺意外的啊 注意看 马超在下路追着李白打嘛 但是他被包了 我们就利用野怪加速 然后直接支援过去 但是这一波我们不能从正面接啊 因为从正面的机会是很少的 因为如果我们的伤害第一时间秒不要对面 那对面往回走的话 那我们是追不上的啊 这边也是直接配合队友 把对面的电判包还有老夫子给抬走 现在我们下路还有兵线啊 而且中路的兵线虽然是到了 但队友可以去补 那我们继续来下路带线 就利用下路这一波兵线啊 来蹲一下对面 因为下路兵线压进塔 我们不去投影 那对面是肯定要过来守的嘛 给个假设也绕回去 对了啊 如果你现在的小小打得很乏力 可以看一下我左下角的这个全分段的全局解说课程啊 从1200到2200分段全部都有 哪个分段打不上去 你就直接点开课程看哪一个分段就行了 而且你打到2200分段啊 基本上你是可以拿小国标的了 怎么对抗路带辅助的呀 一个21技能把对面两个人全部打成了半管血啊 现在不要走继续压 对面看到我们在压下塔 那他绝对还是会下来守的 注意看 真的他身子绝对有问题 他身子绝对有问题 哈哈哈哈一发平给点花 这是什么长大的 绕到侧边呢 因为这一波他们轻掉中线肯定会往上转 最后的话也没有什么特别精彩的了 这一波老夫子直接大闪上来开了我啊 然后我在临死之前把目标放到了对面的大小姐上 也和他进行了一个一换一 最后的话队友也是成功的一波了啊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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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